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根据德国媒体慕尼黑日报的报道 随着队长纽亚的赛季报销 以及副队长汤马士没拿的位置 变得不再不可动摇 拜仁的中场核心祖舒亚甘美智 有望在未来承担起更多的领导职责 拜仁的高层们多年来一直都很清楚 祖舒亚甘美智将会是他们的下一任队长人选 慕尼黑日报表示 除了他自己在球场上的表现比较突出 祖舒亚甘美智还是个团队型球员 他会在训练中激励队友 不过有的时候会因为过分张扬的性格 而导致在世界杯期监狱队内的其他领袖球员发生过冲突 慕尼黑日报环报导称 祖舒亚甘美智在精神上也很支持他的队友们 虽然历来辛尼的状态曾经长时间陷入低迷 但是祖舒亚甘美智依然在私底下约他一起吃饭 并且鼓励他振作起来 此外 祖舒亚甘美智还是球队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桥梁 他和法国帮的球员们关系都很好 特别是和京势力高文的关系尤其好 祖舒亚甘美智目前在拜仁队内的队长顺位中排名第三位 在纽亚和汤马士梅拿年龄越来越大之后 祖舒亚甘美智被普遍看好将会接过队长秀标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